你曾经遇到过像是丢了饭碗 然后又失恋这些倒霉事统统撞在一起吗 今天我们要访问的主角呢 他就经历过这样的人生低谷哦 但是呢他后来把他的人生故事翻上了大一幕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金 今天很高兴帮大家邀请到的是 电影一起一起的导演朱妍兰 朱导来到我们的现场 朱导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其实呢朱导他虽然现在是导演的身份 但过去呢他曾经当空服务员当了20年的时间 我们要先请教一下朱导 为什么会从一个人人称宪的工作 空服务员空姐跑来来拍电影 为什么呢这中间的转折是什么 首先呢我要再一次说明 我其实飞了21年 在2010年有一场追我接着抗争 就是日行财源的事件 我就是当中四位女主角当中之一 一般人对于空拳是光鲜亮丽的形象 然后我要走上街头去打蛋丢牛粪 我做得还吗 你都做了 我做了 你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事情我全做了 哇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丢鸡蛋丢出去那一刻的感觉是什么 好啊 其实就注意那一刻是很爽 很爽对不对 很爽 公益前面 正面毛主席就说 嗯 那个牛粪很臭 那通常那个一沾上衣服啊 可能都那个臭味都去不掉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特地要包牛粪钱的 还去设定的人去买雨衣 那也一群肖色 全是包紧紧 就像你要进生化室一样 抗争那九个月 其实你对未来是茫然的 好 也就是我一生当中最最低潮的时候 一个因缘忌讳 母校的老师就请我找我回去 他们也在电视看到这样的新闻嘛 好 所以就找我回去 因为我在冥权 我们也有跳舞的达达 然后那时候刚好是学校的相亲 所以当我在台上看到 台下就是学生 可以疯问 能变呐啦 又回头手械 在找校友这段时间 反而是我花最多心思的时候 呃 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大概每天都只睡了三个钟 为了达到目的要用这个手段 所以學弟們都有給我一個封號 說我是撒騙幾乎的首腦 到底用了什麼花言巧語 也沒關係 你只要跳一個八就好 什麼叫跳一個八 一個八拍 喔一個八 所以他就越跳越多 是這樣嗎 對 媽 跟你說不要再拿了 有一段是 您其實對您影響很大是 爸爸那時候其實狀況不是很好 在我還在飛的時候呢 我爸爸已經失智12年了 沒到那段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最擔心的是那怎麼辦 要怎麼照顧爸爸 因為我照顧爸爸其實 我很感謝我的小弟 因為爸爸經常都忘記 然後一直打電話給他 然後這樣對他來講他上班也困擾 他只好離職在家裡 然後我就覺得爸爸這樣的情況有點奇怪 所以可以到他去 回到醫院去做檢查 我發現他其實就失智了 要上場表演前一個月有半檔 可是那時候你看所有的校友 我們都練了大班 我真的能喊聽 所以那時候我爸爸進了家 我病房的時候 我們就是白天上班啊 然後馬上去講佛佩服 幹嘛說說話 是 然後六日團結完之後 再去看看他 沒有工作 然後還有感情上的不順遂 還有家裡頭的負擔 就是你希望透過這個電影可以讓大家 從中可以獲得什麼嗎 我總覺得很多人會覺得說 應該要在悲憤中 才能夠再站起來這種人生態度 其實我一直認為 人只有在開心的時候 他才能夠發揮更大的潛力 好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的是 朱導朱妍蘭導演喔 來到我們現場 有沒有聽到 他從這個在交和分享 拉拉隊的過程當中 他覺得生命又看到希望囉 所以呢也歡迎大家一塊到戲院喔 來看看這一部國片一起一起 好 當然也要請大家幫小金按讚 按分享還有按訂閱囉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再見 拜拜